金針大抽驗 小吃业者近三层不合格 你喜欢金針排骨汤或金針鸡汤吗 干燥金針是许多人喜欢的食材 特别是入汤后 金針会散发出淡淡花的清香 使汤头变得更美味 不过食药署昨天上午公布 去年全台金針单制品抽驗结果 共计抽驗633件 平均16.9%的金針二氧化硫超标 其中小吃等公餐业者的超标率 近高达三成 对消费者影响最直接 为了饱射及防腐 业者会在金針中添加亚硫酸鹽 经过加工后会产生二氧化硫 若民众吃下二氧化硫超标的金針 那没有办法待机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呼吸道的刺激 或者是气酸 会不会觉得说还是 应该要去少吃或者是避免 会 会喔 因为如果身体会出问题 应该就会担心了 那会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当然会啊 别担心 苹果请来专家 教你如何挑选及处理金針 买金針的时候 不要买太鲜烈的颜色 这个是比较自然颜色 就没有加工 如果你闻起来有点酸味 或者说你怕到水里面 这个闻起来有点酸味的话 那这样的化硫 它第二个机会就会更高 金針埋回来后也别忘记 这个化硫再加热 温度上的时候 它其实会把银子变快啦 那另外那本身也是水流很近 这个金針干的 我会干的买回来 就是泡水泡差不多30分钟以后 再拿上去煮就可以了 真的不小心 把二氧化硫超标的金針 持下度怎么办 你多喝水的话 海的会稍微快一点 没有发生一下 刚刚讲的 不许到气喘还不舒服 这些正常话 应该也不要来担心啦 重要的是 民众在购买干燥金針之前 务必要仔细挑选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